跟著摩西 站著摩西之一 大家還在繼續在這邊 沉醉在這些拜金牛的歡樂當中 所以這個是第一個單哥 但是在明星期卻發覺 上帝又給所有的人有機會 可以來到神殿前 來到神殿前成為有像祭司一樣侍奉的機會 這一批人就叫做馬西爾 我們再下一個單哥 所以一個話小御御是說 你小御御生也不難你 許了特別的恩怨 甚至哪些人要離廚歸耶 有一個特別的恩怨 我們現在在教會 其實耶穌基督來了 神的靈要將會含有血氣 所以又恢復到那個 初愛情的時候 是大家都可以成為侍奉者 可惜怎麼樣 走啊走啊的 教會又走天 尤其是天主教 變成有聖品階級 那個絕對不是聖經的真意 是他們原教出來的 所以馬丁穆德在五百多年前 他就把這樣子一個聖品的階級 有像這個羅馬帝國的這種 這種的所謂的 這樣子的一個 所謂的聖職人員高於平信徒的 這樣子的一個觀點推翻掉 所以你當時就喊出來的話 就是信徒皆祭司 可是五百年過了 我們現在又變成 有五重執事的教會 這個不可以 不是五重執事 是什麼 五種恩賜 而且是聖靈隨己意好 五種恩賜之流 因為耶穌身上高天 努略仇敵 將各樣的恩賜之流 祂所賜的有使徒有先知 有牧師有 使徒先知 傳福音的牧師和教師 都要成全身主 各間喜之建立自己的聖靈 所以這個是很可惜的一個 一個錯誤的教導 結果又大家都偏離 其實每一位弟兄姐妹們 都有那個資格成為祭司 成為聖靈的 每一個人都是的 不然《彼得前書》第二章第九節 就擺念了對不對 我剛剛已經背過一次了 我以為我們是被鐵犬的族類 是有君生的祭司 是聖靈的國度 是屬神的子民 不要叫我們宣揚 那招我們出黑暗 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這個是對傳道人說的嗎 不是 所有在耶穌基督救恩底下的人說的 是不是 就跟以色列出埃及一樣 可是路走啊走啊的 總是要有人希望他自己 有別離別人 那糟糕了 所以上帝也給以色列人 當時已經失去了 做祭司職任的 因為他們拜偶像 又不悔改 那再給機會就是拿虛爾人 所以拿虛爾人 拿虛爾人 開著口的 是一般希伯來文的動詞 而且它的母音是兩個A 所以任何一個大概80%的動詞都是 比方說上帝創造的 Bara 這個字叫做Nazar 這個是動詞 意思是分別出來 分別出來 分別跟聖結很有關係 分別出來 它也分出來 特別把它召集過來 特別分出來 然後這個字 變成名詞的時候 變成Nazar 這個字 就變成大體詞頭上那個冠語 金冠語 叫Nazar 代表說 它是分別出來 與眾不同的 然後這個字 再也有變成形容詞 變成Nazia 就是Naxia 那就變成全然奉獻 全面的兩個 包括名詞跟動詞的意義都在 構成一個形容詞 代表這個是什麼 它是離俗歸主全樣奉獻的人 他有這個心說 我很羨慕善光 我看到另一個人 我好想 我好想 那樣的釋放者 上帝就說 好 你可以行個夜 在你這個離俗歸耶穌華的日子 可以有期限也可以定我終身 這是你自己在神面前的心智 所以它在下一章 它就會有這張表出現 所以就用簡單的方式歸來 最簡單的來看 就是上面的條件 大家讀的時候就知道 最簡單的來講解釋一下 為什麼不能夠喝酒 因為酒代表快樂 但是這種快樂是什麼 肉體上的快樂 飲酒作樂 但是它為了要表現出 我有喜樂 這個喜樂 就是喝酒以後的喜樂 不是那個 像昨天抓到一個藥飯 他在房間裡面一直在笑 原來他吸笑氣 他不喜樂 所以才吸笑氣 對不對 但是我們不見得 其他的東西讓我快樂 那我的快樂從哪裡來 就恩之樂 所以這邊可以看到 與酒有關的食物我們不控 因為以色列人在巴勒斯坦那邊 到現在為止 他們的甜食不像我們臺灣那麼豐富 如果大家去過阿拉伯丸 或者去之類 最多你帶一包什麼 蜜藻的 椰藻的 那個藻的很甜 還有什麼東西 瓜味的還有什麼 我們的水果滿街都是 現在還有人 他這個水果太甜了 所有你想像得到的水果都非常甜 以前芭蠟怎麼甜 我們小時候吃的芭蠟哪一個是甜的 只是香味強一點對不對 酸酸 也不是很酸 然後沒有糖類的 甜的水果大概是龍眼 是不是 芭蠟也不甜的 而且還很硬 因為蠶嘛 還不熟就有吃了 而且小 但是現在所有的水果 在臺灣生產的水果都很甜 而且我們本地產 我們農事的時候太了不起 所有的水果都可以 一年世界才知道 芭蠟是怎麼不行 我們那個水果甜食的來源很少 大概十種左右 十個手折都可能還可以有慎 那包含葡萄 所以這一些的是當時認為快樂的事情 但是這一批人表現出他的什麼意願 他的意志力 業績把這個四朝的快樂放下來 拒絕最終之樂 而且單單以神為樂 對我們稱之為一套解圖 不用這些奢侈品讓自己覺得每一天過得有慎智 然後再來就是政府不剃頭髮 然後他們墊 這個把頭髮為了要整潔就把頭髮墊起來 就有髮臉 就是墊墊著 那到現在為止以真言還有這種人 他們叫哈希基 他們頭髮是他們會剃 但是鬢角不剃 所以鬢角直接綁墊 所以這一些人都是從這樣子的傳統裡面 頭髮代表男人的勝負 而且頭髮是最容易沾染不會骯髒的 他們是一心一意地在頭頂上面要把它弄乾淨 所以剛才也讀了 大家會有點懷疑 這些人好像沾了屍體了 他就要把頭髮給剃了 對不對 因為他沾了罪惡 因為屍體第三個是代表什麼 罪惡 所以就再來一次 如果不信遇到屍體 這個屍體包括什麼 一隻地虎走走走 死掉了 掉下來 掉了你頭髮 頭髮就要剃掉 再來一次 之前所過的時間都不算歸禮 再來一次 那還俗 等一下就可以看到還俗 所以南亞人生活是在神面前的 簡福 聖福 聖福 聖經 是這樣的 再下一趟 還俗的時候 拿西爾生活還俗了 就是他跟上帝約定的時間結束 他回去工作了 也有人終生歸上帝的 是不是 在聖經當中 我們耳受能詳的像參孫 喪摩爾 新約還有一個 叫做施洗約翰 這些都是拿西爾人的標準 參生不標準 但是薩摩爾跟施洗約翰是非常標準 他們今天講的這個例子 是指許願結束了 但是向神奉獻沒有結束 因為這是一輩子的事 所以他們因為現實的關係 我還要回到工作崗位 所以他們為追求能夠繼續過聖節的生活 先要現數罪祭 所有的人在神面前都是罪人 然後現凡祭 代表我願意整個的生命歸給神 願意現平安祭 我願意繼續跟神和好跟人和好 這些 然後數祭是我們一般的 我們所說的收入 這樣就講了 其實我們現在的教會叫它什麼? 數祭 因為數祭是出職的物 對不對? 就是你在農產品的一收穫 第一批的收穫 對不對? 叫出職的物資 就是天方數祭 那現在叫做什麼? 十一奉獻 或者是暗夜奉獻 所以這個都跑一趟的意思是什麼? 再一次在神面前說 我還是屬於你的 真正的所有權還是你的 我只有今生的使用權 感謝你 我還是拿席兒子 我還是禮俗歸神 所以在在地顯示出 這個人在神面前 不是出於免堪 乃是出於甘心 不是出於貪財 做殘道人可能奉獻多一點 隨便不會吃殘道 我們天道不會發這個 殘道人的薪水那麼高 所以大概殘道人很難請 但是大教會呢 說不定大家搶獲都要去 北國的祭司也是搶獲都要去 還要自己帶什麼? 買官的錢 但是真正的不是因為出於貪財 還是出於樂業 也不是做了祭司就可以止於氣死 再發好勢力不捨 不是瑕疵所托付的 乃是做群羊的榜樣 所以拿席兒人的這個 這樣子的一個 之下 寂寞 是 有 感谢观看